发源于中国的古老拳术太极,传承几百年不解魅力,被认为能以柔克刚。 国际中看似又能轻松取胜,这其中藏有什么样的古老智慧? 国内首次运用现代化仪器对太极拳顶级高手进行测试,究竟什么样的奥秘造就了这样的神奇? 敬请收看《解密太极拳》,150年前,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来到京城的瑞王府,他凭借一身武功,力措京师高手,号称无敌。 从此使一种古老的寄机术,焕发出伟大的能量。 这个人叫杨璐禅,那古老的寄机术叫太极拳。 太极拳发跃于中国,传播于四海。 2008年8月8日,仍然是在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它再一次向世界表现出了它独有的中华魅力。 腹筋追悉传说中它曾经是最高境界的格斗手。 然而在传承了几百年后,人们似乎更多是去沉迷于太极哲学中蕴含的养生健身理念。 更多的席恋者追求的是它华美飘逸的风度。 但是也有人想探究太极拳的背后,中国古人所赋予它的智慧。 张志俊,郑州第四纺织产退休公寓,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1968年因身患疾病走入太极门。 据传说,四十年来它只身走遍南北,方便武林名家,七卓,实战,总结理恶。 八十年代曾经大败日本空手道代表团,九十年代频繁出返世界各地。 实战积极的太极拳成就了张志俊,传奇的一生。 我真的希望用科学的意义能够把采取的秘密接出来,能够把我和别人不同的差点找出来。 窦春旭,四十三岁,有二十年体育锻炼接触,曾练形意全数。 于勇,三十五岁,有二十年体育锻炼接触。 李旭明,四十五岁,二十年传统武术基础,层面形意全,大成全。 张志俊,六十五岁,四十年太极拳锻炼经历。 一百五十年后的北京,即将再次上演一场别开生命的对抗。 这是一场揭示太极拳秘密的较量,也是一场对太极拳格斗技巧全面而公开的检验。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是一所国家级工艺类、多学科、综合性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 这次的较量和检验将在这里进行。 李祥辰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 传承几百年的太极拳在民间,有着众多神奇的传说。 这种武功也被推崇到极高的境界。 但用现代仪器解读,这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科学的问题,就是用数据说话的问题。 就是在寻找规律的问题。 就是不断定量化、精细化的问题。 这是应该我们这一次实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一位跟张志峻进行对抗测试的选手斗春旭。 无论年龄、身高、体重上,张志峻都没有任何优势。 那么他将怎样应对这次挑战呢? 他还能否发挥出传奇中太极拳那神奇之力? 两手相握,向自己身体的外侧旋转,制服对手。 这简单的动作是太极拳手常用的一个招式。 能在极短时间内测出对手武功的高低。 150年前,出入京城的杨鲁禅第一站,就是一招凝手,瞬间结束战断。 虽然年龄相差22岁,但为了试验,张志峻和杜春旭仍然以一招凝手作为试验的开始。 我们意外的不仅是太极拳仍然具有格斗能力。 最重要的是,张志峻的胜利竟然如此的轻松。 那个宁守的这么一个事业。 那么这个事业呢,从我们的观察上来看,就拿他这个65岁的老人来讲,他的利益肯定不如这些年轻的小伙伴。 但如何要实现他又把别人给制服? 是吧,这个里面,我们首先要假定,比如说杠杆原理啊,这个生物力学的这种,这种科学性和合理性啊,它是存在的。 为了解开太极拳试验结果背后的玄机,李祥辰决定对两个人的握力进行测试。 握力结果,斗春旭70千克,张志峻54千克。 从力量上讲,张志峻绝对是以弱胜强。 有没有别的因素在影响测试结果呢? 迎手对抗中,发现张志峻有个旋转手腕的动作。 是不是他的腕关节力量非同寻常呢? 腕关节旋转力测试,分内旋力和外旋力两种力量。 握力仅是单一抓握力,而旋转则是侧向发力。 这种逼其锋芒的攻击,似乎更合太极拳的理念。 这又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结果。 斗春旭内旋力和外旋力测试数据都大于张志峻。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明明力量小于对手,为何又能轻松取胜呢? 刚才已经看到数值小了,是因为这里边显示的数值是四次平均的。 但是向外的,右侧要比左侧强。 实际上怀疑始终伴随着实验过程存在。 作为这个节目的导演,既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见证。 导演姚宇也对测试结果极为不解,决定亲自感受这种神奇。 姚宇,年龄40岁,身高1米76,体重94公斤。 亲身感受完的姚宇,反而多了更多的困惑。 我的感受,就是很多现象我们发现了,很多解释不清的东西我们看到了。 但是怎么解释可能还没有完全找到办法。 所以呢,一直也是跟李教授其实也在做这种,希望他能通过他的办法,能够把这些东西证明出来。 某一个动作呀,某一个技巧,用它来解释,完全解释太极拳。 经过了150年的发展,太极拳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健身拳。 显赫的声望使人们忽略了它原来的属性,忘记了它具有的格斗技巧。 没有人会轻易相信,真实会近在眼前。 太极是肯定符合科学的,因为它毕竟是中国。 几百年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可以叫做登峰造极的一种权种。 它的科学道理,它一定是存在的。 实验还在继续,空前的质疑与科学的分析同步进行。 张志峻还要面对几名年轻的挑战者。 健身养生一直是太极拳堂而皇之的代名词, 却让人们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实战格斗技巧。 那么泰拳所有搏击的最高纲领, 那就是舍己从人。 舍己从人,对吧, 顺了你的力,那个拧手实验, 看得很清楚。 它不会简单的这种硬棚硬, 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每秒一千帧的慢速影像显示, 在凝手的一瞬间, 张志峻手腕上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动作。 这个令人不易察觉的细微动作意义何在? 测试仍在进行。 于勇,年龄35岁, 身高1米81, 体重83公斤, 常年体育锻炼的俞勇是张志峻的第二位对手。 攻击者双手抓住张志峻的小臂。 张志峻只能凭借一条臂膀压倒对手。 这招以一敌二的单臂下压, 也体现了太极拳以弱胜强的典型招式。 传说当年杨禄禅凝手打败第一个武士后, 锐王爷的仆人心怀肚焚, 借献查之计实施通行。 杨禄禅即用这一招轻松化解。 但不知一百五十年后, 这一招是否仍然管用呢? 我感觉张老力量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技巧非常好。 通俗点的话就是, 给我整到一定的, 折磨到一定的, 足以让我受很大痛苦的状态。 我是觉得他用的是技巧并不是力量。 俞勇认为, 张志俊必有古伟人所知的独特技巧。 接下来进行了曲肘力, 肩关节力的两项测试。 不知能否对他的力量和技巧, 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测试结果与前面的测试一样, 张志俊的数据仍然是最低的。 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去解释太极权, 很难被现代科学体系所接受。 太极权, 他讲究的是领悟, 怎样的感觉。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叫做传统的科学, 或者叫朴素的科学。 接下来进行的是快速爆发力的测试。 结果显示张志俊的数据仍然是最低, 但是对于这些数据进行深入测试, 结果令人意外。 张志俊的力量虽然不如年轻人, 但是他的发力却是最均衡的。 这就证明太极权并不是毫无力量的引游课纲。 但实验还是不能完全地揭示真相。 实验正在进行, 一位来访的朋友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太极权的搏击技巧。 朱教授, 著名的健康干预专家。 现在美国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以太极权和中国传统养生术, 为病人提供辅助治疗。 我这个儿子也参加过去拳击训练。 我经常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方法不是聪明的方法, 因为这种传统的训练方法是 看谁快, 看谁力量大, 那么就是说是能把你打倒。 那么但是呢, 就是说按照中意的说法的话呢, 这是按照中国的这种说法的话, 这是这个羊对羊, 不是吗? 羊对羊的结果是什么? 你力量是大, 但是你也能赢, 但是你也受少。 今天你见了张老师了, 何不感受感受? 是吗?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张老师给他来一个简单的东西, 先来一个借力打力。 那么我走你呢, 你看, 也是这样, 我动都动不了。 死上很有劲哦。 张老师的劲比我小, 这就是我的力。 那么我下面用菜拳的技术来走一下, 你看, 菜拳的技术它是一个一个的, 我现在晓得你去怎么用了啊, 你看, 它是用了个力的时候, 它是一个一个, 它不是一下的, 它是一个一个的去走。 如果走到这儿走不了了, 这就太前第二个你出现了, 走不了, 你的力超过, 走不了它往这儿走。 然后它就又回来了。 我们这种第三个游戏啊, 那么我给你力的时候, 你力没了, 或者, 但是, 嗯? 但是, 嗯? 对。 这是真功, 这是真功。 也许张志俊与朱教授现场动作分歧, 给了大家一些启发。 李祥诚决定设计新实验, 求证张志俊发力时, 手部细微动作的真正意义。 这是一个特别设计的实验, 通过每秒一千帧的高速摄影机, 捕捉张志俊摆动手掌的角度和速度, 以此来求证李祥诚心中的预料。 角度速度越快, 说明每一秒钟做的次数越多。 张志俊摆动的角度速度, 远大于所有对手一倍有余。 就数据而言, 这说明张志俊具有超出对手一倍的 手腕关节柔韧度和旋转能力。 近150年来, 太极拳健身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 然而其实, 实战技巧却以相同的等速消失着。 李祥诚目前的发现, 只是微微开启了这套久被遗忘的门飞。 随后的测试能否, 去打开这个遮挡, 把隐藏在门后那超乎想象的境界 完全展示出来。 张志俊有着超强的手腕关节柔韧度和旋转能力, 他的身体柔韧度又会怎样呢? 张志俊作为65岁的一个老人来讲, 他的柔人性, 体前驱的柔人性是最高的。 22.7, 这个数据在老人的人群里是优秀的, 同样和这些年轻人去比的时候, 他也是最有趣的。 这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数据体现了张志俊超越常人的均衡发力及柔韧能力。 这些数字的指标给我们一个启示, 交好的力量的均衡性和交好的柔韧性为动作的完成提供了交好的物质条件。 李祥辰根据亲眼看到的对抗和测试, 说出了自己对台积拳不积数的体会和理解。 他在做这个凝手指的时候, 他要做三个动作。 第一, 他要尽量地拉开你的关节, 让你这个关节拉开。 第二, 他会用这个手指动, 用这个手指。 去压你的这个侧面的关节形成侧向力。 第三呢, 它是有胶强的揉力性。 它可以拉大你的肩距的时候, 使你的小关节属于反制着。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一揉可刚。 一揉可刚。 一揉可刚并不是说我其实揉, 我并没有揉。 我的力只不过是把你的这个力给划掉。 同时呢, 我用我的这个, 这个我自己的这个力, 这个决定性的力, 打击你最薄弱的地方。 柔并非柔弱无辜, 而是化解。 可刚则是用优势的旋转力, 打击对手刚猛, 却薄弱的侧面, 从而形成四个脸拨千斤的效力。 几百年来的太极拳, 一直有一个传说。 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技巧, 只有极少数的, 才能够做到。 那叫做盲打。 所谓盲即是蒙上眼睛, 全凭听觉来分辨敌人的进步。 张志俊为我们掩饰了太极拳盲打的奇特效果, 足以使众人目瞪口呆一。 太极拳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图形, 在中国它代表了世间的万事万物。 百年来, 凡练习太极拳者, 无一例外都在追求着圆, 这个至高的运动经济。 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 这种盲打技巧被破解为圆。 而李祥辰却认为圆, 还不足以解释太极拳制胜的全部。 因为他不可能都划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圆, 这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理解成他都是一切线的名字。 切线,几何学名词。 意思是经过半径外端, 并且垂直于这条半径的直线。 假设对手的攻击是圆, 那么太极拳就应该是在这条切线方向用力。 简单的讲, 太极拳的攻击永远不会和对手在同一个角度上用力。 传说武士被打以后莫名其妙, 于是他再次冲了上来。 杨鲁禅一招童子拜佛, 刻意致胜。 双手合上以后, 如果练双肩的时候最好你扣上, 扣上, 然后呢, 用松胯胸腰的方法去打造, 你才能够把周身的力量运到一起。 今天, 为了在线童子拜佛, 仍然由杜春旭作为张志俊的对手。 开始。 发现这个转, 一个指太敲了, 敲, 掉这个一个指敲。 如李祥臣所说, 战斗只需瞬间结束, 并不需要太多的体能。 而张志俊不费吹灰之力, 瀟洒为止, 说明太敲拳并非是一个巧字, 就可以解释。 他是一种搏击术, 一种寄击的一种拳术, 他的目的是为了搏击。 150多年前, 杨鲁禅接连取胜, 打败京城众多高手。 今天的张志俊还要面临一位实验对手, 他能否也像杨璐禅一样, 战无不胜, 继续着太极的辉煌。 第三位实验对手李旭民即将出场, 他也有着不凡的身手。 李旭民, 40岁, 身高1米80, 体重87千克。 作为张志俊第三个实验对手, 李旭民有着20年传统武术的基础。 他所掌握的技巧, 应该和练习太极拳的张志俊, 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国内涵。 因此他和张志俊的对比, 必然会有奇妙的结局。 为了精确实验结果, 李祥臣也对李旭民进行了全面测试。 不出预料所有力量测试数据, 张志俊都小于李旭民。 而突出柔刃和爆发的能力, 张志俊又强于李旭民。 这和窦春旭渝永的情况完全一样。 150年的江河虽误是人非, 但太极拳射人魂魄的魅力依然存在那里。 接下来将展示的是左右近的实战较量。 好了, 二点。 还是有至少有40年的功夫。 张志俊的身手干净利落, 让李旭民赞叹不已。 太极拳藏一起舒缓大方的意境, 长久于独特武林的美感, 而在格斗中体现的简洁明了, 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实验进行到这里, 通过张志俊力量数据, 已经完全证明了太极拳, 并非是靠力量、体力所取胜的拳法。 发挥技巧, 则是它至高无上的目的。 李祥辰认为, 以柔克刚是一种战略思想, 那么太极之源, 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历史上张力, 他所有的历史上会膨胀, 他如果是个圆的话, 那么就像我给你说过一个例子一样, 就像那把雨伞, 如果我把这个雨伞给撑开以后, 它这个力是很强大的, 它可以正面的风都吹不吹不坏, 它膨胀的这种力。 当我们换个角度, 再看左右镜张开的双臂, 恰好是个圆。 而童子败福仍然是个圆。 甚至名手也是个圆。 不过, 这仅仅是第一个圆。 它通过臂的旋转, 通过画圆, 通过这个曲线运动, 它对你的施压的压力也是一样。 之后通过自身手臂的旋转, 形成了第二个圆。 你是在签下的, 如果我再去旋转, 那么就是你在两个签下的运动, 你是作用不在我身上的力, 也就是说你很多力。 我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没有用。 当两个圆相加后形成了圆, 才是最为神奇完美的变化。 也就是这个圆, 可以把对方的攻击力量, 转换成无用的力。 也就是这个圆, 可以用自己最强大的力, 去攻击对方最薄弱的地方。 这便是太极波击的精髓所在。 前后是本能, 左右是技巧, 上下是老表。 这六个方向, 你所有的圆都按照六个方向去画, 你出来的力就叫魂远力, 就叫魂远力。 这种魂远力是练武术人梦寐以求的。 太极拳搏击中, 弧线切线的运动方式, 从被动变为主动, 把对方有效的力量, 化为无效力的技巧。 这种搏击中的变通思维, 赋予了我们欣赏传统太极文化史, 崭新的世界。 它是以学会这种圆通, 学会化解, 它学会转变, 学会变化, 动态, 这种自学思想, 又指导这种技术, 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 三位年轻力壮的对抗选手被莫名击败。 年长二十几岁的张志俊接连不断地轻松取胜。 太极魅力在几百年后又一次展现无力。 这是一次调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 对中国传统文化最神秘的武术领域, 展开了最科学、最透彻、最详实的事业。 太极之语, 已不再是个简单的图形, 它蕴含的高深道理, 让国人品味不尽。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太极还有更多的奥秘, 吸引着人们去研究和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